本台在上个月24-25号连续报道 北南乡三区的复原村197县道53公里处 路基掏空塌陷将近有30公尺长 落差原来地面有一层楼高 而整边的挡土墙破裂滑落险压垮路边的房屋 让住在复原村12林的村民一个多月来 担心害怕睡不着觉 北南乡公所担心这段时间如果下大雨 到时12林的村民又雪上加霜 因此动用了灾害准备金 请了怪手将破裂滑落的挡土墙清除 也暂时解除了危机 12林的村民都说终于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 怪手不断挖除对这家有威胁的泥土 挖了两天终于把破裂滑落的挡土墙清除 我们把镜头再拉回2月25号 当时这条道路是军列路基掏空摊陷的模样 缝隙有到半个人生 在往住在坍塌下的这间屋子后方 坍塌的挡土墙都要压到房子了 让住在里头70多岁的老阿嬷和他无法行走的儿子 一个多月来天天睡不着 半夜只要听到军列声 吓得半死拿起手电筒就往屋外冲 贝南乡公所行文给县政府都没有下文 而北南乡长吴信义担心这段时间如果下起大雨 到时十二邻村民又是雪上加霜 因此动用了灾害预备金请的怪手将破裂滑落的挡土墙清除 也暂时解除危机 已经两天来的动用灾害准备金做成这样的工作 已经没有及时的危险 但是附建的工程还是要加强 那么请我们县府有关单位来给我们帮忙 那么希望说在这个就最近之中 能够动用所有的力量 也请县府能够支持 让我们的这一个附建的工程也能够早日完成 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拜托县府的团队县长 跟我们所有的大家来共同来把这一个危险的这个降低到最完整的一个程度 没有清掉而已 水果感到多了就这次的县和县都不败了 都败了 那你今天怎么称的卫败 该拍卫败 该拍卫败败 那当五县已经发县了 对 如果比较少了 那当五县已经没注意就弄到的县了 虽然危险的破裂滑落的挡土墙清除 路面还是有一层高大声洞 还要等待县府的救援 不过暂时危机解除 一个多月来担心害怕睡不着 现在都说 我刚才说没什么事也能够饿得饿 先钢到这次我们也是 三四号五四号也不太苦 有啦 更安心了 更安心了 不然那只要看那个圆 这样扑下去 看到表面就 表面就弄到 安心了 安心了 东台新闻陈静夜被南乡报导